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听宣话上人的开示 今生不龙鸟 来生不作奸 今生不钓鱼 来生不讨饭 今生不杀生 来生无灾难 今生不偷盗 来生无抢案 今生不邪淫 来生不婚变 今生不龙鸟 来生不作奸 礼拜天有一个小孩子 带来一只装在笼子里的小鸟 鸟吱吱叫 他就说 那只小鸟病了 要拿来佛堂 想让它病好 你今生若不把鸟圈到笼子里 来生就不会做监狱 今生不钓鱼 来生不讨饭 你看鱼想吃东西 你就把它钓上来了 所以钓鱼的人 来生多数都没有饭吃 要讨饭 今生不杀生 来生无灾难 如果今生不杀生的话 来生什么灾难也没有 今生不偷盗 来生无抢案 今生若不偷人家东西 来生没有人抢你东西 为什么他抢你东西 就因为你过去偷人东西 今生人家就拿回去 今生不偷盗 来生无抢案 还有人说 哎呀 被人打 是还债 根本没有这道理呢 我觉得我没有打过人 有的人确实是打我 用什么证明这是债呢 这其实是一个因果的问题 今生不拢鸟 来生不作奸 你想一想 你把鸟装到笼子里 令它不自由 这个国家是自由的国家 你叫畜生不自由 这也是不合乎国家的宪法 令畜生不自由 最低限度违背这个国家的宪法 你违背宪法 把这只鸟关到笼子里 好像关到监狱里头一样 这鸟就在那念咒了 说 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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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生的果报就来了 那只鸟这么念咒 说 上帝 你说有果报 为什么它把我放到笼子里头 这是怎么一回事 就到玉皇大帝那儿 也就是天主那儿 去左写一张状子 右写一张告状去 写多了 好了 天主一看 这个人是不公道 来生叫他也受这个果报 就坐到监狱里头去了 所以说 今生不拢鸟 来生不作奸 因为那鸟一天到晚 念因果报应经 给上帝听 上帝也就要盼这个人 来生去坐监狱 今生不钓鱼 来生不讨饭 我记得不是今生 但不知道多少生以前 我那时迷迷糊糊的 什么道理也不懂 看人家去钓鱼 我也去钓鱼 很喜欢钓鱼的 把鱼线抛到水里 鱼一吃钩鱼饵 水面就出现一个圈 一个圈 钓鱼竿往上一挑 鱼就钓上来了 你说怎么样啊 以后再来生 就做要饭的 自己没有东西吃 拿着碗和人要饭去 所以说 今生不钓鱼 来生不讨饭 要饭这是很苦的一件事 向人家讨饭吃 所以我们信佛的人 少钓一点鱼好 那我少钓 一年钓一次 我是钓小鱼 不钓大鱼 这样好不好啊 小鱼也是一条命 大鱼也是一条命 你钓一次也是杀生 你钓多也是杀生 不过你钓得少 债少一点 钓得多 债多一点 你钓半斤 将来就要还八两 今生不杀生 来生无灾难 还有 今生不杀生 你今生若不杀一切的生灵 什么生命也不杀 等来生就没有人杀你 也没有一切的灾难 不会被枪打死 也不会被火烧死 或被水淹死 前生没有杀生 今生也没有病痛 所以说 今生不杀生 来生无灾难 今生不偷盗 来生无抢案 今生若不偷盗 来生是怎么样来着 无抢案 抢案就是你打劫我 我打劫你 互相抢劫 你若不偷盗人家的东西 来生就没有人抢你的东西 为什么有人抢你的东西 就因为你前生偷盗来着 前生你偷盗 以为是不错的 把人的钱给偷来了 今生人家再抢回去 所以这个因果循环报应 是很不可思议的 除此之外 还有一条 之前没有提到 今生不邪淫 来生不婚变 什么叫婚变 比如离婚 或者结婚之后 有很多麻烦 这就是因为前生不守戒律 有邪淫的行为 有邪淫的行为 今生身体上 还有一股糊臭的味道 凡是在前生不守戒律 今生她的糊臭味 就很大的 无论怎么用香水来擦 怎么样涂香粉 还是那么臭 臭不可闻 所以本来男人都喜欢女人 一闻到这股臭味 就把男人都给熏跑了 本来女人也喜欢男人 男人有这个糊臭 这一股臭气 就把女人也都熏跑了 所以没有人爱你 你因为不持戒律 所以身上没有香气 你若持戒 精炎 身体就有一股香味 香光庄严 你看以前在清朝有个香妃 大约是维吾尔民族 他身上总是放香的 不用擦香水 不用香皂 身上自然有一股香气 那股香气比什么都香 所以中国清朝那个糊涂皇帝 就欢喜这身上放香的女人 就去征服那个地方 把这个香女人抢回来 封她为香妃 以后又有其他的女人妒忌她 因为皇帝有很多老婆 三公六院 正公娘娘嫉妒她 就把她弄死 所以香妃也不香了 今生不携淫 今生你若狠守规矩 不和其他的女人邪淫 不和其他的男人邪淫 来生你结婚也不会离婚 因为你不忠实 所以就离婚了 在前生不忠实 今生也搞得不愉快 有种种的特别姻缘 就昏变了 这是邪淫的果报 今生不妄语 来生无欺骗 今生你若不打妄语 来生就没有人欺骗你 所以若有人欺骗自己 哦 自己在前生打过妄语 所以才有人来欺骗我 某某前几天对我说 恐怕菲律宾来的那四个人 不是真要来出家 只是借着这条路来到这儿 我说没关系 我明明知道他欺骗我 我都相信他 因为我不愿意欺骗人 我也相信人不欺骗我 我还说 我明明知道他欺骗我 也不想他是欺骗我 我不这么想 他说 哇 这是好的 这个世界 人人就是你防备我 我防备你 你怕我欺骗你 我怕你欺骗我 那么他就是欺骗我 我也不想他是欺骗我的话 这不是吃亏了吗 吃亏就吃亏了 没有关系的 今生不醉酒 来生不狂乱 虽然佛教五戒戒酒 你若未治病 在特别的情景下喝得少 不喝醉是可以的 那么今生不喝酒 是指不醉酒 不是不喝酒 来生你就不会发癫狂 发神经 为什么你来生发神经 精神不正常呢 就因为前生喝酒喝得太多了 那个麻醉药也吃很多 所以今生那个狂性还未断 世上的公平法则离不开因果循环 古人常常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因果循环就是这样的 信不信有你 我是这么说 你不信 我也说 信 我也说 不管你信不信 我都要说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参与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